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來跟各位講的是組織便庚 各位你可以自己拿一個便條紙 在醫師的這個階段 你可以準備一個小撇步 你可以準備一個便條紙 便條紙不要太小張的 稍微有一點 稍微就是比較大的 可以畫比較多重點 那你可以先把它貼在你的總複習講義上 那等到你把總複習講義的內容掌握差不多之後 接下來你就把那個重點撕起來貼在你的法條上 每天複習法條的時候 順便一起複習 這樣的話最後 我相信你在醫師會有不錯的成績 那我們現在呢 在公司當中呢 我們可以把公司分成無限 無限公司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兩核公司 再來是有限公司 跟什麼 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公司法上的公司 就是這四種 對不對 那 越靠這邊的 我剛剛說了 人和色彩越濃厚 越靠這邊的話是什麼 資和色彩越濃厚 好 那以前我們的立法者想法就很簡單 這裡中間存在一個什麼 儲和和介 儲和和介 那儲和和介存在的時候就是怎樣 就是這兩個公司之間你們可以互相的去轉換 這個是沒問題的 好 那有限公司呢 也可以轉換成股份有限公司 以前的話 舊法的情況之下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來把條文標一下 無限公司的話呢 可以加入有限股東呢 變成兩核公司 那兩核公司呢 好 如果他要變成無限公司的話呢 好 請各位看一下126條的第二項 好 請各位看126條的第二項 126條第二項它說 前項有限責任股東全體退股時 無限責任股東 在兩人以上則 都以一致之同意變更 其組織為什麼 好 其組織為無限公司 好 所以有限責任股東退股的時候呢 好 這個可以經過全體一致的同意 變更組織為無限公司 好 所以126條的第二項 好 它告訴你說今天要做到什麼 要做到全體同意喔 所以我們簡稱叫做一致決 好 但前提是有限責任股東退股 好 接著再往前翻76條 這個條文各位你一定要跟著我看 一是成功的訣竅沒有其他的 就是上課的時候 你要跟著老師扎實的把條文看 你不要顧著抄然後條文沒有跟著看 其實抄我覺得是其次 但是你一定要先把這個條文 你自己要看過一遍喔 公司可以經全體股東同意 一部股東改為有限責任股東 或另加入有限責任股東 變更組織為什麼 兩核公司 注意也是什麼 全體股東同意 所以旁邊寫上一致決 一致決 好 這個是我們無限跟兩核之間的一個轉換 好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106條 106條第三項 公司得經過股東表決權過半數的同意 這個門檻其實是條降過的 條降過的 以前是什麼 以前的話要全體股東同意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106條的第三項 它條降為多少 過半數就可以把組織 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 過半數的話呢 就可以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帶各位往下看的是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帶各位往下看的是 以前的想法就很簡單嘛 就是我說的 人鬼殊途嘛 對不對 人鬼殊途 所以鬼 不可以怎麼樣 鬼最終不能變成人 人也不能變成鬼 OK 所以呢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以前的立法者的一個想法 那後來呢我們立法者是怎麼樣 我們立法者呢 是希望能夠逐漸消滅什麼 逐漸的去消滅無限公司跟兩核公司 那當然有限公司我們也盡量鼓勵它轉換為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我們去突破了這條界線 所以換句話說在我們現在的脈絡之下 無限公司可以突破了中間的這條界線 它轉換為什麼 它轉換為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是被允許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公司法76條之一要告訴你的 好所以請大家看一下76條之一 76條之一它在說什麼呢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變更章程 將其組織怎麼樣 變更為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 好再來兩個公司的話呢 兩個公司一樣是規定在126條 請你看126條 126條它說什麼呢 第四項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變更章程 將其組織變為 變為什麼 變為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 好這個是126條的第四項 這什麼 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 126條第四項它說 經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呢 兩個公司可以變更組織為 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 好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啊 這個界線終於被突破了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關於組織的變更 看講義 第六頁最下面的這一段 五線公司兩個公司 可以將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 跟股份有限公司 而且這個門檻其實不高喔 你看喔剛剛他們兩個轉換要一致決 現在這邊只需要三分之二同意 照理來講按照脈絡來看 應該也要全體同意喔 可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特殊的立法 政策的考量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讓 無限公司跟兩核公司 都能夠盡量的被消滅 不過它現在只剩12家啦 所以其實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有限公司 這有56萬家的有限公司 我們希望它將來可以變成股份有限公司 因此我們去調降了106條第三項的門檻 變成過半數 可以嗎 這個超重要 請你記起來 那再來最後一個我們順便幫各位 複習一下那個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順便幫各位複習一下 那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跟股份有限公司之間的轉換 就是今天我們變成必鎖性公司的話 是依照這個356條之14 356條之14 那如果今天是 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變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是356條之13 356條之13 356條之14 356條之14的話 是要怎麼樣 今天股份有限公司 變成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它最大的一個差別是什麼 同學回答我一下 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跟股份有限公司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不能去轉讓股份 所以我們說356條之14 如果今天股份有限公司 變成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因為它對股東的權利 影響非常大 所以今天的話呢 它必須要全體股東的同意 所以換句話說 它要一致決 那如果今天必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變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只要經過什麼就可以了 只要經過股東會的特別決議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請你幫我寫上股特決 請你幫我寫上股特決 好這個是我們關於組織變更呢 你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呢 又可以再分兩種 當然我們說這個非公發的話 就包含必鎖性 但是我這邊主要是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非公發公司跟公發公司之間 組織的變更方法 好請各位翻到156條之二 156條之二 在156條之二它就清楚的告訴你的 公發公司跟非公發公司之間的一個轉換 好公發公司跟非公發公司之間的一個轉換 那我們說呢 156條之二的前段它就告訴你說 如果非公發今天要公開發行 只要經過董事會決議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今天是停止公開發行的話 各位 停止公開發行的話 基本上股份流通的機會就會少非常多 所以它是對於股東權力影響勝據的事項 因此公發變非公發的時候 就要經過什麼 就要經過股東會的特別決議 公發公司變成非公發公司的時候呢 它就要經過股東會的特別決議 股東會的特別決議 股東會的特別決議 這是156條之二 156條之二 好 就幫各位複習到這裡囉 關於組織變更的部分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七頁 本公司跟分公司的區分 本公司跟分公司的區分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具備獨立的法人格 有具備獨立法人格的話就是本公司 不具備獨立法人格的話呢 就是分公司 但是分公司的話它有幾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它必須要有財塊獨立 也就是要有獨立的帳簿來計算它的盈虧 第二個是分公司 它雖然沒有權力能力 但是它具有當事人能力 分公司它雖然不具有權力能力 但是它具有當事人能力 好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去做區分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分公司跟這個本公司它的差別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本國公司跟外國公司 本國公司跟外國公司的話 主要我們是依照設立的準據法 來做這個區分的 如果今天是依照我國的公司法 想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公司 那它就是稱本國公司 那外國公司譬如說 你今天在英屬開曼群島開了一間公司 或是你在巴拿馬開了一間公司 那我們說呢 這個巴拿馬最近大家知道嗎 很紅嗎 有沒有看新聞 長榮 我們說長榮上面還有一個長榮國籍啊 這個 它就是一間什麼 它就是一間外國公司 它就是一個什麼 巴拿馬級的公司 那我們說呢 以前我們的主管機關的思維 它是跟我們以前比較早期 可能19世紀的想法 比較像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呢 要認為一間公司在 外國公司在台灣要有法蘭格 以前必須要經過主管機關的認許 換句話說 如果經濟部沒有承認你是一個人 那他就 在台灣他就沒有法蘭格 那我們說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 而且非常老舊的想法 所以我們在2018公司法修正之後 我們就正式的取消認許制度 但是因為以前有認許制度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的選項有時候會出現 那你自己要知道什麼叫做認許 就是要經濟部要去承認它是具有法蘭格 它才在台灣可以享有法蘭格的地位 現在就不需要了 現在就不需要再經過認許就有法蘭格了 OK 好那我們說呢 在台灣如果你要從事營業行為的話 你必須要辦理分公司登記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理分公司登記的話 1到371到372條 你不可以以外國的名義 在中華民國紀念去處理相關的業務 好 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翻過來 翻過來的話呢 我們有沒有看到這個第八頁 好第八頁的話 這邊我們順便帶各位複習一下這個公司的名稱 公司的名稱的話 請你看一下我們的18條 18條說公司的名稱不可以跟其他公司名稱相同 但是來注意畫線 18條的後段 兩公司的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知區別文字者 視為不相同 好 那請你看第八頁 他說台南市已經登記有美麗美妝有限公司 從事化妝品銷售業務 假能否在於台北市登記成立主要業務為食品加工的美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好我們說公司的名稱不可以相同 比如說已經有人叫美麗了 那你就不能再叫美麗 好那我們說呢 那你今天呢如果呢在名稱當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 比如說前面的公司叫做美莊有限公司 後面的話呢是食品它有標明業務種類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呢基本上就應該允許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可以的選項 那A跟C就可以畫掉了 那我們說呢 這個B選項這個B選項跟豬選項呢 我們說豬選項兩家公司分數不同縣市 這個跟有沒有在同一個縣市根本就沒有關係啦 所以答案不能選豬我們就選B 名稱雖然相同但已經標明了業務不同的文字 OK所以答案要選B 好那麼接下來呢下面的這一題 109年馬上就是我們剛剛黑板上這個圖呢 一個最好打鐵趁熱的機會了 所以同學剛剛沒有聽清楚的 現在我們再來練習一次 好無限公司經過三分之二以上的這個什麼 同意變更章程 將其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 對不對 沒有錯 這個是根據我們76條之一的規定 再來是兩核公司可以經過三分之二以上股份 同意變更章程 將其組織變為股份有限公司嗎 可以嗎 可以 這個是我們的126條的第四項 好再來B所信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經過股東會的特別決議 變更為非必所信的股份有限公司 好有沒有 變 必所信變更為非必所信股份有限公司 356條之13 OK 好 朱選項 有限公司需要經過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 好來 三分之二行李打差 為什麼 這邊我說了 降為過半數啊 寫在旁邊 106條第三項 好 那同學標條文的時候順便對著上面的圖一起看 你有沒有覺得啊 怎麼就都剛好考出來了 有沒有 OK 所以我就跟你講 就是我們在複習的時候 就是要採取這種比較有效率的複習方法 所以當時那個 我印象很深刻啦 就是109年那時候 141考完的時候 就有同學啊 當天一考完馬上 就很開心的就傳訊息 你跟我說老師你 這個醫師總部學講義真的是 編得很好 然後呢上課這張圖真的很有幫助 因為你看這個第一小題你就知道了 這個圖其實基本上你要是 有認真的去好好的把它記起來的話 那你碰到這種題目 你就完全直接怎麼樣 就是秒殺 就結束了 對不對 你就寫這個考試考起來 就會比較有信心 好所以這題答案要選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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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